三年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 花年民众为了强大残疾 以跑百米的速度 奋力望迁冲 惨衰的这个画面历历在目 讽刺的是同年12月 前立委高家瑜的前内容林秉书 遭媒体人爆料 疑似偷打特权疫苗 剖除他的施打记录 结果林秉书却反告吹哨者 违反各自法 被起诉的三人 包括台北联谊内湖门诊部主任 侯军颖 以及有妇产科背景的 现任国民党立委陈青辉 还有资深媒体人朱凯翔 外府部调查发现 侯军颖先翻拍了联谊系统 传给了陈青辉 最后外流给朱凯翔 透过粉砖大爆料 最近判决出炉 三人一审分别被判三个月 及五个月 蓝莹纳闷为了公共利益 揭闭的吹哨者为何反而有罪 大家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结果你林秉书可以靠 跟民进党的关系吃香喝辣 这个事情就绝对要揭发 如果说揭发这个事情的人要被告 谁又敢跟特权挑战 陈青辉发声明强调 当初完全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要揭发违法施打疫苗 没有各自法所称的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或者恶意损害他人利益的范益 而且施打的记录 只有林秉书施打时间 医院及厂牌 并没有其他有关医疗 或者健检的个资 以当时情况绝非个人隐私 现在蓝莹也将吹哨者保护法草案 列为优先法案 要在下个会期委员会排审 民众党团更喊话要尽速 完成立法 戒闭者保护法 是对国人的承诺 也是对国人的保障 当然如何面对草案的公私分流 这是我们要谨慎评估处理 在野党生生患 行政员应该提出相对应的版本 别再借故拖延 措施保护每个勇敢吹哨者的机会 这个黄英俊 李俊英台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